之前做了一個調查,發現摺車和硬架小輪車的使用率是最高的 當然要拍一下頭柱和碗組的調整,確保使用的舒適和安全 改裝升級請稍等下一條影片,因為我不想影片太長,可能會不方便特定用家 我們將會用這兩部單車示範 是達漢的Kicks D9 和 Trinix 的Wolf 2.0 他們的頭柱設計有點不同 但要注意世界上的摺車品牌、種類設計真的很多 我知能力有限,沒辦法全部都拍到 所以如果看到單車的結構有點不同,請運用隨機應變和聰明智慧 步驟原理都是大同小異 但是這個有一種大螺絲模的碗組,暫時未有機會拍攝 如果這部單車是新的,車頭很緊,轉向是有困難,很緊 我這部之前真的試過,真的很難轉彎 又或者你用了單車一段時間 你拿著前煞,用前煞的時候它會搖,感受到空隙 應該都要調整一下,保障你的安全 我們先來看看這部特刊的Kicks D9 所以的工具通常都是6和10毫米的六角視 如果車頭轉向太緊,我們先把頭柱摺下來 然後用6毫米的六角視,鬆開旁邊用來鎖定方向的螺絲 然後用10毫米的六角視,鬆開頂部的大螺絲 如果太困難,可以夾著一輪 然後拿著叉子搖一搖,看看有沒有空隙 而且可以確保啤鈴的零件會到位 沒有空隙的話,即是啤鈴沒有壞,所以叉子就不用拿出來了 先鎖回頂蓋的螺絲 因為垂直沒有空間,車頭才會穩陣 由於各廠商各型號單車要求的扭力都不同 正確的扭力,請參照他們提供的數據 如果找到的話 如果你想憑感覺的話 我們就慢慢音力扭到最盡的時候 然後再大力加多50度角 如果沒有影響到轉向,那就OK了 接著就調整手把的方向 接著再鎖回旁邊的螺絲 一般都是大約6-8個牛噸米 如果沒有扭力板手,沒有磅尺的話 就不要用力過猛了 試一試,現在車頭就不緊了 如果煞車的時候,車頭鬆入空隙 可能是前叉的固定環鬆了 大行官方有條影片很簡短的 它就說你把頂蓋螺絲扭緊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裡面的固定環 或其他東西移了位 都是要開出來弄的 否則是有機會做不到的 鬆開固定方向的螺絲 再鬆開和移除頂蓋螺絲 把頭柱都拆下來 我們打開碗組的蓋子 你會發現這裡有個膠環 是緊密貼著之叉的 我們可以用尖的東西 不將它拿出來 鉗仔,開箱刀,指甲草,什麼都好 我們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說碗組有分散豬啤嶺和蜜蜂啤嶺 但是看到這個,它兩個都不是 比較沽寒 它只不過是一個實心環 就好像Shimano的後面速器 那些渡輪仔 把固定環擦乾淨 要求高的可以加一些單車油 然後把它裝上去 我們拿著一支叉 一支叉 稍微提高單車 以確保這支叉是緊密貼服 以及正中央 方便那個環就完全陷入 然後用指甲或者可以用其他物件 把它壓緊 慢慢放下這部車 然後安裝回碗組蓋 然後把頭管都安裝回去 重複之前的鎖緊和調整方向的步驟 然後再測試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試過很多次安裝正確 都是有虛位的話 建議將它升級 做散珠或者蜜蜂啤檸檬的碗組 因為這些沒有滾珠的碗組的零件 可能比較難找 大家注意 特勘有些頭柱的設計就是這樣的 這裡有一個8毫米的螺絲帽 我們用順時針山蓋的動作 就可以增強頭柱開關的阻力 以及頭柱的剛性 如果你發現鎖撥很鬆 就應該把這顆東西扭緊一點 緊到沒有辦法關起來 應該就把它扭鬆一點 特勘的車架 的車架接位 都有一顆這樣的螺絲 記得下面的鎖撥也是這樣關的 一定要關的 不是很危險的 如果在路面凹凸不平的地方 好了 搞完特勘了 我們來看看這部千里達的戰狼2.0 我們來看看這個頭柱 你摺下來之後 它是有一個6毫米的六角螺絲 特勘Dream D6 HAT060 以及很多其他車 都是這樣的設計 這顆螺絲 就是同時決定垂直的鬆緊 以及方向的鎖緊 我們拿著前剎車 前後搖動一下 檢查一下 我感受到很大的空隙 可以鬆開一顆螺絲 很多新手都以為 要把這顆螺絲完全拔出來 其實是不用的 只要扭出半厘米 你就可以把頭管拆下來 如果你完全扭出 最底部的零件是會掉下來的 如果掉進洞裡 我們就要找些東西把它收拾 你把它重新扭上 扭到接觸到接合面 即是打斜的面 你才可以安裝得到頭柱 其實你看到這裏 你已經知道 如果你想換前叉 換頭管 應該對你來說 都是沒有難度的 但我也是那句 我是實用派用家 它沒有什麼 走得走得 我都不會改 本組蓋上面有兩個洞 你可以用一些大型的長嘴鉗 把它扭開 但我就沒有 我都是用一般的棉花鉗 見到有其他影片說 你不用扭開這個蓋 但是如果裡面 那些啤鈴的零件移到位 導致它有空隙 那你都是做不好的 因為我就正正在這次拍片裡試過了 然後我們將一些部件 逐件拿出來 放在乾淨安全的位置 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用長嘴鉗來拎開 然後拿出一個散珠啤鈴出來 記性不好 都是可以把零件順次序拍照 沒有選位就不用更換了 如果有選位可以量度它的內徑和外徑 網上買或者親身到單車店去配 把它拆乾淨 或者拿去清洗 那個杯環都擦乾淨 如果你喜歡大清洗的話 時間很多 那你就可以拿前叉 把裡面的啤鈴都洗一下 我們拿著那些叉搖一搖 下面沒有空隙 即是沒有損位可以不拿出來 加一些活動部件油或者通用油 就好了 裝回一個啤鈴 記住滾珠的面是上下的 其他部件都裝回來了 那顆螺絲扭到有點緊的時候 就可以調整車頭的方向 然後再扭緊它 再加50度角鎖緊 正好了 先試一次 這些位置都沒有了 最後補充了這些資料 那個手把的固定螺絲 就不要把它調到太鬆或者太緊 因為太緊你又很快會把它撐鬆 甚至弄壞它 那手把經常使用 可能會左右移位 可以目測調節 那或者更準確的話 就可以用軟尺或者拉尺 在中心點量度兩邊 是不是一樣 然後再調節它 謝謝收看 拜拜